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来开几个 这边鬼佬开的电脑维修店 发过来我们这维修的电脑 不用想都知道了 这肯定是他们自己 发过来之前肯定自己试着修过 搞不定才发过来的了 要不然谁愿意花那个邮寄费啊 像这种二修的这种机器呢 一般这维修员呢 不管哪里的国内的也是 这维修员都是特别抗拒去修 这种二修的这种机器的 这台机器呢 是已经事先跟我说了 是进水的 所以我就不插电了 先拆机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水进到哪里了 直接接电的话呢 有可能会更加恶化 而且这种二修机呢 谁知道它之前修了哪里啊 万一我一插电 着火了各方面的话 那这是很难说清楚了 像这种进水的这些机器呢 每次它发过来之前呢 我都会告诉他 把那个电池必须要断开的 但是呢 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听了 这个机器拆开一看 电池也是接在上面的 原来想这些人真是又 忘记这些安全措施了 但是后来自己研究了一下 就发现这个电池是 跟那个底壳一个模子的 那模具是一体的了 那电池是没办法拆卸下来的 一定要断开电池呢 那只能是把主板拆出来 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机器的话呢 一定要千万要记得 电池没断开之前呢 就千万不要拔那个屏幕的线 不然手一抖的话呢 那有可能会要么烧掉屏幕 要么就烧坏处理器的 风险实在是很大的 电池这样断开以后呢 才能慢慢的就把那个瓶线拔出来 这个主板呢 从正面看呢 是没看见这个水痕了 有个塑料膜在防水的嘛 防水防尘的 然后另外一面呢 我翻过来看呢 这个主板这个设计呢 就好像有点 i3第六代的处理器的 然后这个散热设计的 是不是就有点 太有信心了 对这个i3的那个发热量 那主板拆出来以后呢 CPU这一面呢 也没有发现任何进水的 那些水痕的那些 所以只能是 慢慢一个个测了 然后呢是 测试的结果呢 就是所有的那个电感的 三伏五伏 然后主供电 全部都是短路的 然后那个CPU的桥 也是短路的 桥的供电 直接就是短路的 那我们现在先烧 那个主供电 看看是不是有点 什么运气 主供电搞定了 是不是其他的 就也可以一起搞定 有时候他们这些 串在一起的 主供电这么一烧呢 发现是应该是 上管这里 三伏的上管 应该是击穿了 很像是 然后这里看呢 就比较清楚了 颜色都有点不对了 我们吹它下来之前呢 是先把其他那些 容易受热的 像那些内存槽的 那个旁边的那些 塑料片呢 还有那些电容啊 附近的那些大电容啊 大概做一下保护 再吹它下来 一般这种三伏的 上管的那 击穿了 19伏穿到三伏里面 短路的话 这一般呢 95%以上 都是没救了的 三伏是直接通到 CPU的桥里面的 桥跟CPU在一起的嘛 基本上就 95% 99%都是挂了 CPU都是挂了 所以只是吹了下来 看看有时候那 一两个percent的 那个运气 看看运气怎么样 也毕竟吹了下来 没花多长时间嘛 反正都拿到手了 所以修这些 二修的这些机器 所以是 他们应该是 测量过了的 自己懒得花时间搞了 就这么寄过来 这个三伏 已经吹下来了 主功电视部短路了 但是五伏跟三伏下面 下面下一集 还是短路的 所以我们先烧 五伏看看 五伏烧出来的是 在CPU旁边 有一个 这个离内存比较近 因为没图纸 也不知道 这个是 这个芯片是管什么的了 也基本上是没救了 这个主板 只不过说呢 这个什么都放在平台上面 在工作台上面了 线呢 什么都接好的 烧一下呢 最后再检测一下 这比较方便 近个人事 这个芯片呢 是它背面呢 直接就是 内存的供电了 应该像是 像是那个内存的 那个供电的控制芯片 背面就是内存的上下管嘛 所以吹了下来看看 它这刚好是五伏跟 三五伏都交接在它这里的 所以吹了下来看看 吹下来后呢 五伏就不短了 三伏还在短 所以基本上 这应该就挂了的了 三伏还是短路的 五伏就已经没短路了 所以把现在接到三伏 再烧一下三伏这样子 那么现在三伏一烧 就直接可以看到了 CPU的桥那部分在发烫了 这个基本上 这台机器判死刑的了 这个CPU很便宜 这整个机器都很便宜的 没必要修的 上家是 应该是不会同意修的 这只能待会放回去了 那我们再看看 再开下一台 实际上呢 是 这应该是已经是 这是第二天了 实际上这个是 第二天在录的了 刚才弄完那个以后呢 之后有几个是 加级的工作 所以就弄别的工作去了 这个是第二天早上 然后再开第二个箱子 这台机器呢 是同一个商家发过来的 写着的是重摔机 从边角重摔过 一台联想的机器 从边边我们就应该 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从边角那里 直接摔下去 下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鼠标板这里 脱手板就已挨了 但是屏幕看起来 好像就没坏哦 屏幕就这么好踩 那个泡泡啊 它裹着泡泡 我当时一拆开的时候 一拆完的时候 就有一股很大的 像是Vodega 或是那种 酒精味 直接就换发出来 我拆应该是进水了 所以没敢插电再试 所以现在赶快 直接拆机看一下 但是之前发过 看的那个单子 那维修这机器单据呢 就确实没写 这台机器 是敬业的 下面这底盖 这里看到就有了 其实有敬业的痕迹了 拆出来 整个一拆出来一看 真的是这个不得了 那个到处都是像是 更像是红酒吧 更像是红酒 整个主板几乎全都有了 包括CPU CPU旁边全都是 还没怎么干 而且还没怎么干 这种敬业的机器 它发过来之前 就已经把内存 把硬盘给拆掉 保护数据嘛 保护顾客的那数据 把硬盘都拆掉了 就这么了 都没有把那个电池给拆下来 这样子发过来给我的 所以到处都是 屏幕也是 整个主板全都是 我先打开那个内存 内存下面也是 全都是液体 主板拿出来后 一看那下面 更加是不得了 在内存的位置 因为内存焊在主板上 内存的那个位置 已经是 看得像是已经烧出 已经是有点黑了 现在的板子 我已经清洁好了 清洁的过程 应该你们也不想看的了 这个也很花时间 拿洗板液 不停地刷 刷完再去烤 现在烤干了 现在测试一下 三幅是短路的了 CPU的桥也是短路的 应该是CPU挂掉了 但这个也是静下人事 烧一下看看 现在是接到三幅上 进行烧机 一烧就直接也是 这桥这里 这CPU就挂了 这个联想的是 i5第七代的一个机器 如果其他的东西 没问题的话呢 这个主板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还是可以换个CPU的 但是键盘也坏了 内存可能也挂了 鼠标板还得换 这个屏好不好都难说的 所以这没什么价值的了 这台机器呢 是直接来我们店里面 顾客直接来店里面修的 前面搞了那么两台 它这些既修的 花那么多时间 一分钱收不到的 现在搞一个自己的 直接送过来的 这些衣修的机器看看 回点本心 这个顾客呢 是用着用着 突然间有一天就 插电 开机就开不了了 我们视野 这开机确实是没反应 也不是按频 就是没反应 开关机就没反应 电源口是有反应的 插上去后是绿灯 绿灯马上变成成色 显示像是在充电 我们先上可调电源看一下 这些MacBook Air呢 一般是14.5V 大概是2到3A这样子 需要调整 重新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插电 看看 有上电的迹象 但是卡死在那就不动了 又不像是充电的电流 充电电流是 有时候是高于1A的 然后它这个半A 也不像是开机电流 它这个跳动不太正常的 我们拆开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这边呢 是疫情期间呢 所以只能是预约的 预约来修 所以每半个小时左右呢 就有顾客过来 要么是送机器 要么是拿机器 所以那时间打得很断 所以只能是录了以后呢 回来再配音 再慢慢解释 所以有时候有些口误啊 因为毕竟不是当时 直接录的 之后录呢 就有可能忘了之前 到底在干嘛了 所以有时候有些口误啊 所以是希望大家见谅啊 这个机器拆穿呢 底板上也就直接就发现了 是直接是进液的了 是进液的机器 进水的 并且呢 这看这个机器 这个状况啊 应该是买来 几乎就没怎么保养过吧 现在是拆出那个连接线 这可以看到 那个腐蚀的那个状况了 还有那个防水贴标 它那个 水的那个检测贴标 也是红的 主板拆出来呢 是背面呢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只是张而已 主要是正面 CPU这一面 应该是那个水呢 这直接是 像是把机器 直接放到水上了 然后那个水 从后面的风扇的 进出风口进的水 先拆出那SSD 看看怎么样 SSD也是的 也是很多水的 那个腐蚀的痕迹的 所以已经进到SSD了 不知道它数据 还有没有得救 下面呢 就得清洗那个主板了 我就不露不恶心你们了 这个实在是 要很多洗板水 不停地刷 这个是SSD 清洁干净了 我已经检测过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短路的问题 可能还有旧 很大概率还有旧 主板呢 也刷干净 然后这个线呢 是很多腐蚀 在那接口有腐蚀的 我已经加焊过了 几根线 像是断了 但加焊下很快的 已经搞好了 然后这个是电源小板 没什么问题 但也太多灰了 也清洁了一下 然后主板的 净液的状况呢 主要还是在排线 跟电源小板的排线 那一段 CPU旁边 有一些液体的 痕迹 但不知道进去了没有 但也已经拿洗板水 不停地洗了 CPU没有发现任何短路 背面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清洁过而已 然后呢 我们就准备可以 直接接上电源这个小板 螺板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自己会开机 因为这种Map Air 那CPU声温特别高的 突然间声温特别高的 所以那个CPU的散热片 还是得放上去 还有那个CPU的风扇 这个呢 应该是2013年版本的Map Air 直接第一次通电的时候呢 会自己开机 像是自检嘛 开机 自己关机重启 那么三次这样 开机重启 开机重启 又开机重启三次 如果我们不接那个排线呢 不接那个电源小板 到主板的那个排线的话呢 风扇会 过一会儿呢 风扇会全速运转呢 并且速度会相对慢一点点 当我们先开机 只是开机 试一下主板能不能开机 那就这些都不用上它先了 现在通电 插上电源的口 通电 机器应该是开机了 现在重启 再开机 再重启 再开机 这个跳动 电流的跳动 这个是正常的了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是 然后下一步就是 装到屏幕上 看一下能不能显示了 一般装上去之前呢 我们还得再检查一下 像这静液的机 还得检查一下那个键盘 这键盘呢也是 如果静液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坏的 但是呢 这检查看来呢 这只是看表面的话呢 键盘下面就没有发现任何液体的痕迹 所以就 我当时就懒了 就懒得弄了 直接装上去测试一下 万一实在键盘坏了 再拆吧 像这些苹果的这些 2015年以前老构架的 这种老的构架的那些笔记本呢 进水以后的那些修复率啊 非常高 不知道为什么 相比起其他的那个 那些笔记本 其他品牌的笔记本呢 修复率特别高 很少呢 见到有CPU烧挂掉的 即便有时候 大半个板子都是水 到处都是水痕了 就清洁干净 也还是能开机的 所以一般只要 屏幕没问题 那水标进到屏幕里面 造成那个背光的那个水纹 一般来说 这个维修呢 都不是特别贵的 这苹果的这些维修 现在开机了 因为没有上那SSD嘛 保护那数据 所以开机有点慢 现在可以看到那个 一个小文件夹了 应该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了 我们现在是准备 把机器全部装回去 再最后测试一下 关于这苹果的这个散热呢 特别是15年以前 这种老构架的这些啊 升级到最后的操作系统以后呢 会CPU会特别的烫 一般呢是要把这底盖呢 要完全的清洁干净 再找一些 可以在网上买一些那个 大概厚一点点的硅胶 那软的柔性硅胶 柔的那些小硅胶 把它直接放在铜管上面 像这些软的这些小硅胶 我的厚的那些用完了 所以只能是放两个叠起来 大概是三厘米这样这么厚吧 比那个放上去要比风扇上面的那个塑料 那小小橡胶 那个密封胶要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散热铜管呢 也得擦干净 然后呢 一个放在风扇的后面 风扇后面的呢 可以放高一点点的 风扇前面那个呢 就是差不多 比那个橡胶呢 高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盖下去 热量呢 CPU散热铜管的热量呢 就会导一大部分 导一部分到这个底盖上 因为底盖也是铝的嘛 导热性也是不错的 所以风扇吹风出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能够把更多的热量带出去 上螺丝的时候呢 屏幕黑色那个塑料条 底部黑色塑料条 上面那两颗 那两个螺丝 跟其他的那螺丝有些不一样 会短一点点 不要上错就可以了 我们开机 直接拿电池开机是开不了 应该是没电了 顾客放到没电了 我们还得接电源 再试一下 直接插电 没什么反应 还得再拔出来 一般有时候那个插口脏了 也是有些问题 需要拔出来一下 再放上去 这就有反应了 所以有时候充不了电呢 是拿棉花或者拿布 插下那充电口 充电口的话呢 是有奇效的 现在是没问题了 直接进系统的了 这个维修就这么结束了 我还得很苦逼的 把那些修不了的那些机器 寄过来的那些机器 还得装回去 还给人家发回去 还得邮寄回去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